各位請問一下這個安德斯老師 這個從星座上 它所展現出來的 其實也都不一樣對不對 對 火象星座會有什麼 不耐煩的反應呢 舉止焦躁 坐立難安 有人發現火象星座最常坐的 除非是這種露營現場 它很可能會突然站起來 伸一下懶腰 它突然覺得屁股很痠 動一動 伸伸筋骨 坐立難安 最後受不了它就會走掉 對 火象星座基本上是這樣 你點頭如搗算是什麼意思 沒有 確定是正確的 特別可以看是說 姐妹她有時候常常一起吃飯 有可能發起一個話題 如果火象星座的人不感興趣 他一定找機會上個廁所 或門口晃一晃 然後 對 它會跑掉 真的 那我們來看看 金牛座 摩羯跟處女 三個最會賺錢的星座 我們來看看 那在不耐煩的時候怎麼辦 保持禮貌 保持禮貌 但是會 可是你發現講... 前面還聽得到 他回應一下 對 但後面你怎麼沒聲音 好像他消失在現場 大家發現真的 我對這個不感興趣 但是很有意思是 土象是聽得玩話的 就是這一篇無論多無聊 它可能在三分之一 已經受不了了 我還是會努力的聽完這一段 沒演講吧 你們就繼續講好了 但是老娘不感興趣 我不加參與意見了 如果是風象星座 做不耐煩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好 風象星座 天平跟水平這兩個 就是 外星人大導 所謂外星人大導是 他們可以接收到 不是正常人的頻率 就是說 我沒有在聽 我在聽這邊講話 那邊跑東西我還可以硬答 然後硬答 不好意思 我接錯 沒有在聊那個 有時候風象星座的特色 就是他們可以一心多用 對啊 秀琴笑成這樣怎樣 不耐煩的時候 他們就會亂接你的話題 亂回答案 所以秀琴是這樣亂接話嗎 對 敷衍一下而已 對 不耐煩的時候 真的亂接 其實我根本也沒有在聽你講 或者是我已經到別的世界去了 連文出教 對 我就會亂回答說 好 明天走啊 這樣 他就說 我去哪兒 我去哪兒 對 你看這是天蠍做追問題的方法 天蠍很強 天蠍會讓風象露出破綻 就你接著問 對 我想說幹嘛也沒約他 他就說要走去哪兒 走去哪兒 那我們來看水象星座 如果他不耐煩的時候會怎麼辦 水象就是雙魚巨蟹 還有天蠍座 他們不耐煩的時候 發呆 是不是 換扇 借物回神 首先借物回神是什麼 第一步驟 第一步驟水象會開始發呆 第二階段就是他的眼神 整個是換扇 好像你們在講話 他可能就看一個地方都不動 然後你叫他會有他還會嚇一跳 對 他完全不會察覺 這個行為多奇怪 水象星座的人 當他不耐煩的時候 他會借物回神 是因為他知道 我快睡著了 還要我真的坐不下去了 他也不會像火象一樣走掉 他也不會像風象一樣 無聊家家話題回禮話 然後他也不會見趨安靜 他也不想安靜 怎麼辦 趕快玩玩手機 趕快提神一下 然後起來哈哈幾下 或是捏一下大腿 好 讓自己回神 他真的就發呆到打好幾下 幹嘛 他會這樣 醒過來了 對 他也到別的世界去 對 剛才我阿公跟我講話 不要吵 主靈都來了 主靈都講話不要吵 所以肢體議員 他是受到我們的大腦 直接控制的 他常常是無意識的一個動作 很多男孩子說 交不到女朋友 不要這樣想 為自己的愛情加碼 你應該學會 怎麼去解讀 女孩子給你的一些愛 暗示 來看一下有哪些小動作 第一個 鳴嘴 第二個 男生對你手插口袋 第三個 女生捧臉 髮勾耳厚 好 來 謝忻 你曾經有遇過 就是男生 就是有對你這樣子 然後你有接收到他的愛意 對 我有接收 那時候是我嘴唇很乾 然後我又忘了戴護唇膏 然後我就會說 我就其實只是很自然的問對方說 那你有護唇膏嗎 結果對方就是很性感 用一種很迷蒙的眼神 對我講說 我有天然的護唇膏 就講這句話 這是一種表情 當下 當下我整個要笑成這樣 衝著 這是一種表情 當下我整個靈魂就是 跳出去了 然後我整個就是想說 今天應該要接我了 然後我就是 小鹿子 你就飛撞 索果有點露出來 然後就是有一點多近這樣 就是默默在等待 我的眼神也開始就是迷蒙了 隔了大概約莫大概七六 七八秒 他說 你在幹嘛 什麼 不是啊 我搞錯了 他根本沒有這個意思 我以為他要跟我接吻 就根本沒有 可是他那樣講 很大部分是自然的 他的意思只是說 他有天然的護唇膏就這樣 M 化妥結束 他以為沒有戒口無趣 護唇膏是天然的 好無聊 那志遠哥 當你就是有一點想要暗示 對方真的喜歡的時候 或者是想就是 表示興趣 對 表示興趣的時候 你都會怎麼暗示 其實我就是比較 剛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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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咚就對了 不用畢咚… 不用畢咚 對 我先去洗澡 然後我就會在浴室 你們家這麼開放就對了 對 浴室不關門 然後洗完澡之後就是 我的內褲也沒有 那個什麼浴袍 也沒有在浴室裡面 我就把它護衣放到外面去 這樣子 要表示我 呈現一個全裸的狀態 對 我今天就是跟你講 就是讓你 讓你飛上天 到底 然後我就會在那個 鏡子面前這樣子 開始就是 塑膠 我的臀部很翹 然後他喜歡看我的臀部 然後我就 你什麼時候說了 不要鬧了 10年前 不要鬧了 我就開始比這樣 我最近有做健身嗎 我跟我說 6塊肌 對… 還會 甩 甩什麼 是誰都出來 甩什麼 我自己去想像 在甩什麼 那笑情怎麼暗示 暗示對方都在 浴室花了很多時間 這樣如果今天 因為畢竟家裡還有小孩 對 因為平常沒有那麼話 對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動作 就是講一些鍵字 今天要洗澡囉 知道嗎 那時候跟紀元哥在曖昧期的時候 你怎麼暗示他呢 暗示他有一些主動感覺 那個時候剛在一起 當然不會太民視 對啊… 可能就會說 我今天就穿空鞋 可能比較 腳比較痠 幫我按摩一下 對 就是我會刻意的 就會把某個牌子 或者我喜歡的牌子 會放那個乳液 就會放在床邊 他就知道今天 激發我的荷膜 對 那他也是都是 平常他都是 我們都是在客廳待的時間 比較久 如果他今天就說 我要上床睡覺囉 這樣 我聽到 如果說 可能上廁所經過一下 他如果睡著了 然後說 peace 今天不願意做事 對 如果說我進去了 他還在看手機 他會是等到睡著了 對 他還在看手機 或看書或在幹嘛 反正他還醒著就說 對 我要趕快關燈 要上去囉 了解 所以其實夫妻相處久了 真的會有他們之間的默契 請下問題老師 為什麼這些動作 代表是喜歡 代表是曖昧 尤其抿嘴這個動作 其實是非常性感的一個象徵 因為我們的嘴唇 跟我們的性氣 是同一個胚胎一起發育出來 真的 對 所以其實嘴唇就類似 像一般我們還沒成為 臨長類的時候 野獸的時候 他那個大鷹唇在發情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我們嘴唇 特別喜歡紅色就是這樣 那抿嘴是一個特別一個 明顯的一個動作 可是如果嘟嘴 嘟嘴這個動作反而就不是了 嘟嘴的話代表是我有壓力 我可能開始要攻擊 所以一般來講像女孩子 像有些女孩子 喜歡這樣嘟嘟嘴 那種都是特別刻意做出來的 可是你下意識出來 那種嘟嘴那個行為 它只是一種開始說 我會有情緒 一種負面情緒 那萬一真的你想要 對你的親密愛人 有一些性的一些訊號的時候 事實上是抿嘴 因為抿嘴的話 他的面積會變大的 是這樣子 對 因為抿嘴的時候 事實上你們不要這樣 冷靜 最重要的是抿嘴的時候 他會有吞咽那種動作 吞咽那個動作就是一種性的 一種挑逗的特徵 因為我們在 我現在 親密 回去洗澡 親密關係行為發生的時候 馬上就結水人一樣 會有吞口水那個動作 所以抿嘴和吞口水 它是一個連帶的動作 再來捧臉 就是說法 對 後面這個東西 對 這種都是一種感覺器官 這種感覺器官 都是一種血流的一個 分泌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代表說 它這種血流 都是比較特別旺盛 它會下意識的 就去碰這些問題 不過安格斯老師 不一樣的星座 對 喜歡 愛慕 他的動作其實也不一樣 現在我們來看牡羊獅子 對 對